7月18日,有媒体发布了关于兜美竹的最新采访,再度引发了网友的关注和热议。这次的采访可谓信息量巨大,兜美竹详细表达了他的态度,表明要分批退回吴亦凡方给他的50万,要堂堂正正的战斗,还透露了大量和吴亦凡交往的细节。这些内容可以说是超乎想象。 阵列三观,相信很多人都觉得顶流高不可攀,和顶流恋爱遥不可及。但在兜美竹的叙述中,吴亦凡玩的就是套路。他狩猎女孩的途径大致有三种,一是打着选演员的名头,大半夜喊女孩去面试,从中选择目标,二是通过粉头攻击他物色年轻漂亮的女孩,三是通过已经睡过的女孩相互介绍,介绍人可以收到回扣。 如果兜美竹爆料属实,那么参与到这个拉皮条过程中的人员众多,包括吴亦凡的工作人员、粉丝,甚至那些被睡过的女孩,原本可能也是受害者,却摇身一变把其他女孩拉下水。 向来令人不寒而栗,兜美竹说他就是属于第一种,被以面试为理由。 大晚上被车接到吴亦凡那里,上车后快到了财北吴的经纪人告知吴亦凡也在,兜美竹当晚被带到了吴亦凡家,去到之后发现根本不提正事,而是被拉着喝酒玩游戏。 期间他也想走,但根本不被放行,还被没收了手机,趁上厕所的机会,他拿回手机求救,但被吴亦凡的经纪人发现,还被恐吓要是不玩的记性,吴会生气,兜美竹也会被风沙云云,又已会安排决策,签约一人等为诱惑。 兜美竹当时只有17岁,不敢反抗,就被灌了很多酒,人是不醒,醒来后就在吴的床上了,兜美竹自数醒来后,大脑一片发萌,连生气都不会了,只想着赶紧跑走。 结果一出门,就看见吴亦凡表哥守在客厅,原来他一夜没走,兜美竹说那是怕他醒来去报警,之后吴亦凡醒来,对他进行甜言蜜语承默,会对他负责,照顾他一辈,甚至过年带他回家见妈妈。 煞有介事很像是真诚在和女方谈恋爱,对此,兜美竹讽刺说最起码那一天他是影帝,兜美竹还透露了很多细节,例如,吴亦凡在和女孩发生关系时,从不做安全措施,约会时女孩会被收走手机,平时在一起一般不出去,只是看电视看电影在家待着,听他吹牛,而他允诺的要给女孩介绍资源朋友之类的,从来也没有兑现。 在兜美竹的叙述里,吴亦凡的所作所为就是欺骗于弄小女孩,又相当自私自利的渣男行为,随着这次事件的反复发酵,这件事彷復向王思聪与孙一鸣事件的升级版,但让人意想不到的是,在吴亦凡粉丝的谩骂和网络暴力之后,兜美竹忍无可忍,他再次爆出和吴亦凡的聊天记录,仔细阐述了事情发生的经过,来增加事件的真实度,但留给我们的答案是昨天轻描淡写的警告,这让原本就身心受伤的兜美� 兜美竹,邓家心灰意冷,这次的吴亦凡事件,和王思聪事件完全不同,不仅涉及税份,还都是为成年的女孩,肆意玩弄别人的感情,这也是吴亦凡更加无耻的原因,兜美竹接着说,他会积极配合警方,既然事情已经到了这个地步,我也没什么好顾虑的了 兜美竹出生于2002年,他今年才19岁,在发现自己被吴亦凡玩弄抛弃后,他在自己的微博里发了很多微信截图,除了和兜美竹交往,吴亦凡还和其他女生交往,都是18-19岁的女大学生 当初,兜美竹还天真的以为,吴亦凡最多只是一个渣男,他还透露了一些其他受害者的信息,但兜美竹没想到的是,吴亦凡团队立即否认了杜美竹的说法,并立即表示将起诉杜美竹谣言,追究谣言的法律责任 让人熟悉的操作,行云流水一般,不重复,无数爆料的人都被这样的恐吓吓跑了,但是兜美竹还拿出更多微信截图,证明自己没有造谣 事发后,吴亦凡闪电一般的速度,删除了其炮妞专用微信号,中间人微博也一样注销了,这样神一般的操作,真的很快,是怂了,还是你犯了什么事 老话说得好,不做亏心事不怕鬼敲门,这波操作不得不让网友怀疑,吴亦凡在害怕什么,上面的微信截图 估计你看到的朋友会大失一惊,这是成牌坐着吃水果吗,还是选择窃,兜美竹爆出这些微信截图,意在要求吴亦凡为自己的行为道歉 他就会原谅,然而虐待和网络暴力,对于现在的兜美竹来说,都是小儿科 死亡和人肉全家的威胁,是让一个人崩溃的最后一根稻草 编辑,这种身心备受煎熬的生活,最终让他忍无可忍 光脚的不怕穿鞋的,兜美竹也豁了出去,告诉记者,自己已经向警方报案 相信法律会给自己一个公平的判决 有的没说了